如果把时间前一十年 房价过万的城市屈指可数 可是到了今年一季度 全国商品房均价已经超过了一万元每瓶 这也意味着想要在城市购买一套 面积为百平的房子除了要承担四十万的首付之外 每个月还要支付多达几千元的房贷 对于刚刚毕业的年轻人来说 如果没有父母支持 买房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放眼当下房价不仅没有下跌 甚至根据社科院的预测 今年房价涨幅在百分之五左右 也就是说现在购买一套总价为两百万的房子 到明年就升值到两百一十万 相信很多年轻人即便是工作一年 可能都攒不了这么多钱 而这也印证了那句话 年初不买房今年又白忙 当然了 想要实现这句话并不容易 就以近五年为例据统计 全国房价涨幅呈现下行趋势 可能有人会说只要房价还在上涨 那么持有房产就是升值的事实 真的是这样吗 很显然答案是否定的 按照经济学者李迅磊的观点 房价走平即亏钱 举个例子 三年前王女士购买了一套 总价150万的房子 按照年均涨幅5%计算 也就是说平均每年房子都会升值7.5万 可是大家不要忘记 持有房产也是有成本的 主要包含两个方面 第一是房贷和折旧成本 加起来大约是房屋总价的4.5% 算下来每年大约需要6.75万 第二是受到货币价值波动的影响 实际上如果除去通胀影响 房产升值空间可能会有所收窄 而且再加上物业费停车费的基本开销 我们就能看出购买房产的收益空间并不高 记得王石曾经说过 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下 伴随着大宗商品和原材料价格的上涨 我们同样面临输入性通胀的影响 我们从中可以读出两个观点 第一是大宗商品和原材料价格上涨 其实房子也是如此 同时对货币购买力也会产生负面影响 第二是在全球一体化的大环境下 作为普通人的我们自然也会受到通胀影响 而在买房方面年轻人的困境 与父辈身体的劳累相比 现在年轻人更多承受的是精神压力 房价医疗教育成为 矗立在他们成长发展路上的三座大山 仅从房价而言最新数据显示 2021年第一季度 全国百城商品房均价已经超过1万元一平 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发展机会众多 房价更是居高不下 而一名刚刚进入社会的年轻人 他们拿着几千块钱的工资 要购买一套作为家庭的房屋 首付需要不吃不喝十几年才能凑成 就算家长可以帮忙每个月需要还的房贷 占据了工资的大部分 压的人喘不过气来 长辞以往原本应该朝气蓬勃 活力满满的年轻人 会丧失奋斗的动力 为了减轻年轻人负担 房价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问题 不少知名人士对未来房地产行业 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王石预言楼市 作为全国最大的房地产企业之一 万科集团的掌门人王石 对房地产的走向有自己清晰的认知 他直接了当地提出建议 根据当前的发展形式 希望年轻人不要着急买房子 最近几年新冠病毒肆虐 全球都笼罩在巨大的阴影中 并非所有的国家都像中国一样 拥有舍我其谁的责任与担当 当仁不让的强劲实力 全球经济一体化美元依然作为主要的流通货币 可是美国为了缓解本国压力 不断引发货币 导致通货膨胀 据专业人士估计未来三年内 通货膨胀率将上涨20% 王石分析 由于国际间大宗商品 以及各种原材料价格的上涨 我国经济环境面临比较严峻的外在压力 房地产市场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国家宏观调控 面对未知风险积极做出行动 我国早在几年之前就提出了房住不炒的理念 经过多次的有利调控 我们可以预测到2022年 楼市将会有三个显著的变化 第一提高城镇化发展空间 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 中国的城镇化基本上已经完成了63% 虽然已经提升了不少 但是还有一定的空间 我国之前提到要完善城镇化空间布局 这也意味着我国还会不断提升城镇化发展空间 第二房价有可能走低 如今房市也开始预冷 从10月份数据上看 我国楼市整体出现下降 加上我国的空置率越来越高 而人口出生率降低 房子的市场需求也将发生变化 如今挂牌房的结构也开始发生变化 五年次新房转变成老破晓 这对于炒房客来说 销售周期也将延长 加上各种税收也开始多次被提及 第三中介将规范化 中介在房地产中也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也出现了一些弊端 不过中介短期内并不会被取消 而是更加规范化的发展 对于房市未来发展如何是很多人所关注的 对于那些还没有买房的人来说 他们在时刻关注房市的走向 对于楼市央行已经明确了态度 言简一概就24个字 那就是维护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维护住房消费者合法权益 简单来说就是稳定的发展 并不会出现大起大落的情况